馬英九這次到大陸 除了他接下來去北京 當然是重中之重之外 他去了很多指標性的行業 什麼大疆 比亞迪 但是這兩個更重要 上一次去的時候 他是繼祖 個人的祖先 馬家的祖先 那這次繼皇帝 就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 有沒有 整個層次拉高了 從家到民族的概念 所以他說皇帝宣源氏 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始祖 其實就是什麼 兩岸就是一家人 一個祖先 我過去在臺灣有六次是姚祭 那這次是親自來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激動 然後當年在臺灣姚祭皇帝臨時 他有一篇祭文 他把它拿來在這個現場講 因為終於親自來了 當時的那篇祭文叫做 和平兩岸 雙贏共融 同胞一體 允殖絕忠 到此刻為止 我們看到這十六字真言 更重要 是不是 和平啊 雙贏共融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啊 我們是可以有選擇 誰說一定要打仗呢 為我這次親戚 這個皇帝林做一個助腳 希望我們來自臺灣的年輕人 他帶了一大堆學生嘛 透過這次難得的機會 要更加牢記什麼 中華文化跟中華民族的根源 以及身為炎黃子孫的驕傲 誰是炎黃子孫 只要有華人血統的都是炎黃子孫 不管你在地球的哪個角落 我們線上有很多蠟粉 不管在英國 不管在北京 在上海 在馬來西亞 在台灣 在哪裡 通通都是炎黃子孫 只要你身上留著皇帝的血液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他這一趟 這個信息含量非常大 另外還包括參訪這個黃埔軍校 黃埔百年 大家知道當時這個黃埔建軍的時候 國共是有合作的 國民黨 共產黨是有合作的 所以參訪黃埔軍校 當然一個是黃埔軍校 我們看到對於建立中華民國 在整個過程當中 大家把這個進代史找出來看一下 然後參訪黃埔軍校的時候 他也一度哽咽 特別是講到當時日軍侵略 講到炎黃子孫的時候都一度哽咽 然後不過在這邊 台灣媒體比較關注的還是那個 你敢不敢講中華民國 你敢不敢講總統 台灣媒體最喜歡操作這個 上次他去大陸的時候 講了中華民國 那這次在參訪黃埔軍校 因為那是一個很舊式的建築 裡面裝潢都是深咖啡色 他就講 他說我做了八年總統 我們的總統府也都是什麼 深咖啡色等等之類的 但是當媒體立刻燈亮起來 總統兩個字 他講了 因為在大陸 這比較是一個屏蔽詞 台灣的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中華民國 民國上次他講了 這次總統 總統府 他也都講了 綠營還要怎樣呢 是不是 多次被戰爭中 犧牲的士兵家屬 他看到這個家書 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動 紅了眼眶 拿出手帕來擦拭 他也參訪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等等 我們知道這個馬英九 他以前大家都說他是馬更正 他對於細節非常的重視 對於此行他也很重視 所以去之前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課 包括這個孫中山多高 他的鞋 穿幾號鞋 他通通都有研究 天啊 比當地那個接待的那個 還要懂 還要懂 所以我先讓越馬市最了解大陸 你怎麼看待這兩個重中之重的行程 我一直認為馬英九這一次 雖然大家有的時候覺得說 他到了哪裡都哽咽 非常動用流入真情 我覺得其實馬英九是對的 因為馬英九這次訪問 他接受了大陸的邀請 就已經送出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 就是說他是一個卸任的領導人 然後他本身利用這個特殊的一個形式上的一個關係的話 他可以做很多突破 坦白講 從這個2022年的8月2號 裴洛西訪台以後開始 沒有聽過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那這裡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回應 而且回應而且是善意的 那就大家又要了解說 大陸本身來講也不是鐵板一塊 也不是都是主戰派 有人會發覺說 蠻有營造的這個氣氛 大陸要支持他 我們也更應該支持他 這不應該是道理吧 所以呢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蠻久說 我在總統府裡面當了八年的總統 我們都知道啊 你不講總統 這不能講的 你跟人家講領導人啊對不對什麼的 尤其我這個訓練也比較多嘛 但是的話呢 我自己感覺到這是一個極大的突破 因爲什麼呢 我原來就講過 他蠻有這次訪問大陸 他有這種這種這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啊 就是這個風行草演的這個效應啊 就他講的什麼話會是我們的一個天花板 其實有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的心情上跟他一樣 但是我覺得到黃埔軍校的百年 他感覺到說那個革命很不容易 蠻久這個人的話呢 就是對於國學的造詣啊 還有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啊 因為他 我記得有一件事情 他寫到左傳的時候 給蔣英國建議 讓老兵能夠回家探親 他用了古文官子裡面的 相見於皇權之下 我的印象都非常感動啊 就覺得說他用這種方式來打動人心 那這個 這個對台獨可能無效 但對大陸的這個領導人非常有效 就是說 黃帝林也好 黃埔軍校也好 然後華華剛七十二烈士也好 這個基本上是把 我們兩岸的歷史講在一堆嘛 尤其是講到這個 伯父孫中山先生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非常高興啊 能夠就 因為我最近也接受一個訪問啊 我就跟他講說這個 蠻久這個掉裂的原因 我可以理解啊 因為我會感覺到說 我們這個文化這麼好 為什麼搞到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在台灣的話 你要罵 辱罵中華文化 才而變成政治正確 你要說中華文化任何好的話 你都不能夠直接這樣子講 那蠻久這次 他以這種風行朝野的身份 把這個事情說出來的話 那我覺得說 蠻久的哽咽 蠻久的真情流露 蠻久的這種情感上到了 我們就期待8號 8號看看他會面的情況下 那時候得到了訊息 他能不能夠傳遞消息出去 他能不能夠帶一點消息回來 另外最重要的話呢 我可以看得出來 大陸目前為止想利用 這次的機會 然後來釋放一點和平的訊息 我在這邊要強調一點 不是說是堅決的不放棄使用武力 也堅決的不放棄使用和平統一的氣勢 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話 是一個兩者之間相互運用的 算是辯證關係 但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覺得就是台灣媒體 當然會比較關注 你是不是講了什麼 你能不能夠突破什麼天花板 但事實上我覺得 這個大陸這次邀請蠻久去呢 其實有一個更高的一個視野 這個更高的視野 其實它是充滿善意的 告訴大家也可以這樣 當然又老師講得非常對 這並不代表 他放棄了某種 在極端的情況之下 他所使出的一些非常手段 但是你看到 這一切的這個走訪啊 和平的氣氛啊 然後這個民族的共融啊等等 我不一句話 秀芳好 就是說它讓我們有機會 化被動為主動 這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不要搞到極端的氣氛的話 是你自己來搞的 就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是可以選擇的 蠻久代表的是六成的多數人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哦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 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飲法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還可以享受 1時間 1時間 畢竟 3時間 8時間 7分 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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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時間 4時間